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光是静态 像这种中静态这块的发力 两边抽这种 特别的反手发力这种与生俱来的 就有的人他就开始 从开始打球 确实就是反手好 好的 我们看到吴敬平教练 这次比赛是作为 亚洲联队的代表 教练 这把反手拉球 他没有选择前冲 拉了一个比较保险的 他这球弱点非常好 非常有经验的一种做法 非常有经验的一种做法 对于亚洲的代表 对于亚洲的代表 他使用技战手的方面 这个还是灵活性上的 还是要比欧洲的 我觉得还是要强的 对于亚洲的代表 真正像年轻一代 像那种奥加洛夫 包括像俄罗斯 那几个年轻打球 是相当的少打台内球 多打一些后面的球的话 也许他这个机会会更大一些 你看 往往都是他发去发 摆着表一会抽个长 他白短摆一半高 没办法再抽一长 所以他背里一冲 冲完后再摆一短 这两回和完了一会 已经别能练好了 比赛一摆就高 比我们中国队 包括像亚洲手队这些队员 发的确实要好很多 这样11比6 斯密尔洛夫呢 欧洲联队的低盘单打呢 现在又搬回了一局 双方打成了一平 或者你觉得这一局 包括他动作上的发力方向 结构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是 还不错 但你要跟亚洲人比起来 你就不好了 往往他这打球的时候 这个 就是两些过于的盲目的 我们看到 好球 行程对拉 拉直线 拉住 再冲 这么一点 击球距离它怎么才能够 发出很强的旋转 活着是不是更多的 还要有一个身体的力量 由后之前有个助跑 才会有在冲刺的时候 能够发生力 能够发生力 好的 好的 高年再打 高年11比6 农夏第三局 2比1等下 稍后继续回到亚欧全明星 打第五局 能再出现些问题 这个就不好说了 不太明显 平淡一些 好球 哎呀 机会球 你这个你 人还没有完全站稳 一看这个稍微有点漏洞 这个就要不就是那种缺少一点摩擦 把弧线压太平 没有拉斜线的那种 更加稳定 拖成 哎呦 再拉 围一板 这样 打完这球我就想说 这斯梅尔洛夫 为什么不早一点去 就是 发动是吧 好球 好球好球 高丁这球没用力 就发一转不转 发一不转 那等到短的上就快挑一个 长手直接冲他个就完了 他只要一想挑他肯定很失误 这样12比10 高凝 3比1 拿下来